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与宗教的活动 就可以得到神的保佑和赐福 这种倚靠祭坛的心态 只是做一些有口无心 虚偽包装的参与 是神不起悦的敬拜侍奉 最终招致到神的审判和惩罚 今天我们都要检视自己 有没有这种错误的倚靠 会不会以为多参与教会的活动 和侍奉 就可以得到神的保佑和赐福 神是看穿人的内心 因此才明确的宣告 我耶和华必向他们定住眼目 降祸不降福 第二个错误的倚靠 我们先来看阿摩斯书九章七到八节 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啊 我岂不看你门于古实人吗 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领非利事人出加菲堂 领阿兰人出吉尔吗 主耶和华的眼目 刹看者有罪的国 别将这国从地上灭绝 却不将亚国家灭绝静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色列人过去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 但他们就是忘记了 这些都是神的作为 还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所得到的 因此他们夸口地说 灾祸必追不上我门 也刑不着我门 他们以为靠自己的力量 就可以复制到过去的恩典经历 这个正正就是人越来越靠自己 以为自己行 就更加少去依靠神 我们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腹切 第二个信息是讲到 人要归向那位不断向我们施恩的神 我们先看一下九章十一到十五节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位倒塌的帐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 我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收逐 像古时一样 是以色列人不以东所遇成的 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持乃行者是的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度 耕种的必接触收割的 喘葡萄的必接触杀种的 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 可必使我门以色列被老的归回 他们必重收荒废的成一居住 栽种葡萄园 学其中所出的酒 收造果木员 聘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追于本地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 这是耶和华里的神说的 这是神值先知向神的选民预言 他们将要经历的审判 被老回归和復兴的宣告 神指问真正的安全保障 就是回归向神 这个我们在阿摩斯书的四章六到十一节 已经有清楚的领受 神乐意不断地赐下恩典 给真心依赖祂的子民 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是什么都不行的人 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 谦卑仰望主的恩典而行 愿意使徒保罗的见证 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和鼓励 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 这样记载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利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备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迫白 困苦为可 起落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愿意我们每日都能够靠主刚强 经历祂奇妙救荣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祈祷吧 亲爱天父 求你值今天的话语提醒我们 不要有错的依靠 又时时检视我们跟随主 侍奉主的心态 我们又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是什么都不够的人 因此更要尚上 你到你的私恩寶座前 仰望依靠你 经历你每日赐给我们 新的恩典 新的力量 多谢天父 谁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